秘密 实际上 东龟先生的钢帆是没放青江鱼的 以及放了青江鱼 但很快被钢里的鱼吃了的 水面上一样有厚厚的油膜 这就是钢里有无青江鱼的区别 最后青江鱼要去哪里找 这是一种各地常见的小型原生鱼 外面的池塘 小水沟 琥珀甚至水稻田 都可能会有它的身影 这种小鱼在净水水域常见 东龟先生给大家推荐青江鱼处油膜 印象中至少有两三次了 但近期问到油膜问题的人比较多 所以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 建议后面遇到问题的朋友 先翻翻前面的视频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